先开始持秀来关注最新消息是今年的双十国庆 台北101也有精彩的烟火秀了 因为101大楼往年在国庆日这一天都会选择点灯庆祝 这一次是首次举办了国庆的烟火展演 除了有光雕投影灯光秀之外还加码了一分钟的烟火秀 现场也聚集了很多外籍民众直呼相当精彩 但也有一些民众误以为烟火的释放时间会跟跨年的烟火一样长 台湾确实有点不过瘾希望至少可以有三分钟以上 秀出大大字样台湾生日快乐 双十国庆台北101正放五颜六色的烟火 绿的紫的粉的烟火排列出多种形状点亮台北夜空 台北101一分钟国庆烟火处女秀放好放满 现场更聚集不少外籍民众同样满心期待 我感到很高兴地在这里享受这种烟火 台湾能够做这种烟火的烟火 我认为他们必须继续做这种烟火的烟火 国庆出来的时候感觉是蛮不错的 就是它配合上烟火的表演是很震撼的 还有民众有备而来 专业摄影机就位抓好角度 只是民众职业和跨年烟火相比似乎少了一位 最少要三分钟吧 一分钟太短了 跟跨年的比就会觉得差好多 看完我觉得有点短 对 如果更长的话就会好一点 台北101今年的双十国庆也来PK烟火秀 往年都是点灯庆祝 这回第一次加码国庆烟火展演 光雕投影灯光秀融合台湾知名地标 蜂蜜全球的珍珠奶茶 还有AI产业链的元素 展现满满的台湾味 台北101董事长蒋永杰也全程观看 兴奋藏不住 你们觉得开心吗 你们觉得 开心 开心 有有有有有祝福的感觉吧 我们最难的其实就是在跟时间 然后赛跑 当我们拍板定案要做这件事情 到就是今天能够完成呢 我觉得有一点像是不可能的任务 台北101首场国庆烟火 在众人的欢呼下圆满落幕 董事长蒋永杰也不忘预告 今年的跨年烟火 也会有非常不一样的变化 记者李晨廷 陈坚国 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陈坶国 赞 陈址 陈坚国 赞 陈坚国 赞 陈坤